今年5月,行政院提出了台湾首部反歧视法草案的预告版本 草案当中明定,在大众交易、就业和教育这三大领域 不得因为对方的种族、身心障碍或者是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等因素 而有歧视、骚扰或者是报复的行为 否则被害人得请求民事赔偿跟救济 但是此案一出,正反意见两极 有人认为台湾已经有多部关于平等或者是歧视的法令了 不需要跌床嫁屋 但是也有人认为,现有的法律涵盖范围不足 受歧视者也难以获得实质的损害补偿 所以应该要立新法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就要从有最美简座之称的跨性别检察官 他的亲身经历开始看起 我自己是有这个土瑞斯症跟郭栋症 我可能有些动作或有一些行为让别人误会了 他心里面不了解 所以他歧视你 那这种状况 不让我们有一个反歧视法来处理 那对这些人 老实说我觉得就是不公道 中央研议的反歧视法草案 能保护每个不一样的人吗 肃穆的新北地检树立 每当他的出现 总成为全场焦点 你要认同你自己 我觉得现在样子我就最正吧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样子我就最快 对不对 好 长发飘逸穿着雪纺纱洋装 他是检察官常判章 绰号乐检 实际上在四十岁之前 他是个男儿生 但过了四十岁后 他进化成自带仙气的最美剪作 超久 一个半小时 我会喜欢女生装扮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我大概校学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说 我一定会被我朋友讨厌 其实我是一个很会察厌观色的人 所以那时候我就压抑自己 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不是那么重要 我就把这压住 直到上了国中 陈汉璋无法再压抑 开始买女神制服满足变装欲望 原本这个秘密被他藏进潘朵拉的盒子里 直到大学时才陆续让当时女友 以及现在的太太知情 出社会后 陈汉璋进入新北地检署工作 2019年被法务部选派到日本京都 担任访问学者 在无人认识的环境 他终于能随心所欲 24小时穿女装做自己 回到台湾之后 势必你一定要做回男生装扮吗 过两三个月 我就觉得我受不了 就是我觉得我不快乐 其实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女装癖 所以后来我就去看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就跟我讲说 我是性别不安 性别不安 直到是个人性别认同 与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不一致 所引发出的负面情绪 陈汉璋在了解自己的性别光谱后 一步步计划透过医美 抽脂丰胸身带手术 完成自己成为女生的梦想 虽然太太有愿言 仍选择接受 但在职场上呢 同事不会在背后一轮纷纷吗 应该会有人察觉 但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职场环境 其实大家都是相互尊重 是一个因为检察官是一个 工作内容比较独立 我们不会去干涉到 其他人的工作内容 其实大家都是相互尊重 他就算 他觉得怀疑说 你可能会怎么 他其实也不太会讲出来 职场友善让陈汉璋也能自在上班 但当他跨姓名的身份 公诸于事后 却遇到言语抨击 有收过一些信件 就是比较恶意的 因为他的用语就是叫你去死 就是诅咒你 就是不要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应该存在 那些酸民对我来讲都是不重要的 我最珍惜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我不愿意让我的时间花费在 就是不值得花费的地方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会尽可能 我都不看 然而并非每个人 都能像陈汉璋一样正向 而这些非主流族群的人 也不该承受这些刺耳言语 为了落实平等不歧视的社会 台湾大约有18部法令 分别条列禁止歧视的规定 例如就业服务与性别平等教育法 但常年研究人权法的老师认为 这些法涵盖范围不足 我们多年来的一些 有关于平等的立法 它是比较偏向于性别的部分 不管是性别工作平等法 性别平等教育法等等的立法 大概是比较偏向这个部分 那如果因为其他的原因 而受到歧视的话 那是我们比较缺乏 法律来作为这些规范 那特别是我认为是有关于 种族的歧视 这个部分的话 相对而言是更缺乏的 那台湾又因为我们签署了 很多国际的人权公约 我们要去除一切的不平等的 这个反歧视的公约 所以我们也都会长期要受到 国际组织联合国来做很多 将国际公约国内法化的进度追踪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了 我们应当在台湾来催生一步 综合形整合形的 反歧视法或是称为平等法 现行禁止歧视的条文 散列在各部法律中 但缺乏歧视的定义 与不构成歧视之例外规定 加上救济方式多采行政法 受歧视者难以获得实质补偿 因此2019年 法务部委托中研院 也拟综合性反歧视法草案 反歧视法它不能去 约束人家内心怎么想 但是它是约束它的一个外在 就是你这个行为 你就是不尊重人 所以你不能这样做 就是一个这样预防的一个效果在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行政院人群署也在2024年5月 办理四场公厅会 整寻各界意见 透过的开放 然后让大家充分地表达出 你的意见 草案民定在大众交易 就业与教育这三大领域里 不得因对方的种族 神经障碍 性别 年龄 宗教信仰等 进行歧视 骚扰 报复等行为 一旦违反被害人得请求 民事赔偿与救济 至于直接歧视的定义 值得是拒绝 禁止 排除 限制 区别等 不利差别待遇 以大众交易为例 倘若经营饮料店的店家 因为客人是越南籍身份 而不卖饮料给他 就可能处罚 被害人可向对方请求 一千元以上 三十万以下的赔偿金 但宫廷会现场 对于反歧视法 却出现许多反对神浪 这种做法反而会破坏 社会的秩序跟和谐 也因为扩权 会使得宪政失衡 如果原来的法律不足的话 你就是强化它 因为已经在很多的面向都有了 那你就去强化 那你为什么要弄一个 跟你是几乎重复的 一个法律 跌床家屋 再者反对增设新法的团体认为 草案中锁定不得歧视的性别特征 包括性别 性别特质 性别认同 以及性倾向 对于大众交易的业者来说 恐将造成困扰 他们举例 假设生理上的男性 但性别认同是女性的民众 走进健身房的女用更衣室 要是业者不让他进去使用 恐会涉及歧视 但让他进去了 又担心其他女性不自在而有怨言 店家面临两难 你定义上是这样 那他使用这些空间当然是应该的 那这样的应该的时候 那别的女性要不要接受呢 像国外的例子的话 健身房有一个太太就去跟健身房的那个柜台讲说 有一个男士在使用那个我们女性的空间 那他还给他照片是说他在刮胡子 那里面还有12岁的小孩 结果他是被取消汇集 很多的女性来找我们 他就是我们只希望说我们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女性的私密空间 我们不希望有跟我不同生理性别的人走进来 以后这个法下去之后 这些店家这些开山温暖 或者开运动健身中心的 他们要怎么做 尽管草案第15条也列出 若是保护隐私与个人安全之目的所为 不够成歧视 但反对团体仍认为 业者容易不小心踩到红线 也侵害言论自由 简单说 就是它就是一个 说话会了钱吧 讲话就会了解 你在五年之内 这个告诉人他都可以去向人家提高 这个时间拉得非常的长 未来的情况 你可以想象得到 烂述的情况 我们目前的劳动相关法规 本来就已经有平能条款进去了 看起来也没有发生烂述的状况 增长的部分目前也没有嘛 然后像是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被规范到这个 性骚扰防治法里面 性贫罰里面 有烂述吗 目前也看不到 支持反歧视法的公民团体认为 反对者不应聚焦在草案中的 性别特征上 而忽略其他受保护特征对象 这次出来反对的都是反性贫团体 我倒没有看到其他的领域 遭受到这么大的反对 请他们可以知道一下 特教生小孩很需要这部法律 生长者很需要这部法律 原住民族很需要这部法律 还有许许多多的 像年龄上面的小孩 也需要这部法律 像这位创作乐团的主唱黄志佳 从小临患土瑞士症 过动症与书写睡眠障碍等 他读希望十年前 在他的成学阶段 就有一部反歧视法 比如说有很多的老师 他就不知道说 到底土瑞士症 他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过动症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 我有书写障碍的问题 输出的这个部分可能会有困难 可是学校老师他可能觉得 叛校耶 怎么 怎么 超好的你看这样四肢健全 怎么没有办法写字呢 最让黄志佳气愤的是 大学一名通试课老师 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手抄笔记 黄志佳跟老师反映他有书写障碍 可否以电脑打字代替 依特教法 他们本就有请求合理调整的权利 但老师却说 不写就不给分数 拿诊断证明给他看的 然后学校的这个辅导中心也来协调了 这个老师他就是不愿意 他就是不愿意 他觉得我在装 我超级受伤的 我一直在哭 虽然事后他向学校及人本基金会申诉 但校方召开教评会后认定 老师并无不当管教 最后轻轻放下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有反歧视法存在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十年前遇到这个老师 我就可以跟他讲说 你这样违法的行为 你必须改善你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法律它的制定是因为要让 要保障少数人的权益 并不是说无谓要去拔谁 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这样 这个只是说 我把这条线画出来 为了守护这些非主流族群 不小设服人权团体认为 不仅要用一部反歧视法 更要加强力道 这次没有处理到 对一整个族群的歧视言论 对一整个族群的仇恨行为 我对一个特定人做歧视的时候 这个特定人可以去救济 可以去要求损害赔偿 但是假设他是对一整个群体 就像这个贴文 他会对特教生整个群体做攻击 特教生整个群体做抹黑 或做歧视言论 那他不会罚得到 公议会后 草安条文仍可能跟动 也需行政院审查 再送进立法院审议 但或许人人平等的价值实现 可从生活做起 不同个体相互尊重 包容彼此的不一样 才不辜负台湾最美风景 世人的赞誉 我是命运的无数 我命运我来作主 失败通口 我买人数 事人平等的 queen 吃位囅食 旅 A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